這間這麼漂亮的百貨公司就是SOGO的尖沙咀店 實際上SOGO引入香港和當年三月百貨以至八百半等來自日本的百貨公司 大規模進入香港反映著香港的中產化 所以相關的例如當年還有大院百貨公司 其實這類百貨公司背後是跟香港的文化有一定的聯繫 我會認為當中百貨公司這件事本身去到今日的社會根本已經是一種時代的眼淚 換言之就算他當中對於很多人來說是一個非常滿載活憶的地方 他實際上也沒有辦法繼續維持他本身的影響力 其實我想我對於尖沙咀SOGO老實說我沒有進去 因為非常不適合 當主要怎樣由半島酒店過馬路過去 恐怕除非封路了 否則你真的不懂怎樣過去 但還是可以分析一下關於當年銅鑼灣的SOGO 因為當中銅鑼灣的SOGO實際上到現在仍然是額落不到 看看當時銅鑼灣SOGO其實對於我來說是比較快 如果出了地鐵站過馬路就可以去到的話 那真的相對而言是比較方便 我到現在還記得當年六樓的玩具部 是有一堆由GIGAMIC所推出的棋類玩具 而這些棋類玩具我自己認為是非常具有品味 而且是非常有趣 比起現在不少時限年輕人的遊戲 以至短視頻高端了一大節 輸我直言我一向都是對於短視頻 比如TikTok、導演、Cryshow 這些東西我一向都有偏見 因為當中我認為這類的東西是促食性娛樂 是沒有辦法令年輕人多加思考 所以我是非常支持全世界各國的政府 都需要嚴厲去管理相關短視頻 正如我們看到全世界的政府都會嚴厲管理海樂英和何卡印 我覺得這一點的立場我是非常清晰的 而當中我們不要拆遠了 我們去分析有關SOGO的情況 看看SOGO這東西它本身就是百貨公司 剛才已經跟大家分析到當中 它的位置非常不適合 甚至我到現在因為它宣佈了3月12日倒閉 我都打算實地考察一下 既然它都說倒閉 但是我有一個問題就是 我要怎樣去尖沙咀站或搭船出來 究竟我要怎樣去到SOGO 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如果一間百貨公司需要人流 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怎樣去 那怎麼辦呢 它怎樣去維持它本身的客源呢 其實單單是這個問題 可以解釋為什麼SOGO會首先建業 但是有人說它會遷去啟德 我是一點都不看好 當中究竟是不是會遷移去啟德呢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問題 其實現在對於時刻的年輕人來說 或者對於絕大多數真的有需要去買東西 其實根本就不會再想到SOGO 因為當中我們知道香港現在 是踏入了M型社會的一種現象 就是中產階級流失 有些中產如果成功 例如上到車買到樓 可能拿著幾層樓收租的話 他們可以成為一種食利階層大問題 如果沒有辦法置業的話 就會墮進去基層 其實這類這樣的百貨公司 是否真的提供極高質素的貨品 不是 但是它是可以滿足到一些 剛剛由基層進身為中產的人士的注意 所以當時為何80年代 是會出現了很多這類的百貨公司 由我鎮大院SOGO 800半等等 很多間都會進來香港開他們的分店 絕對並不是一種巧合 而是當時香港經濟發展的事業 但是到了現在 就算真的要買SOGO的貨品 我為何不安在家中上淘寶或亞馬遜 或者其他一些網購網站去買呢 其實我為何還要在SOGO呢 而SOGO我知道當中衣服和家品是非常多的 但是其實現在在移民的情況之下 究竟還會不會有那麼多人是需要去買這類的東西呢 去到外國買不好嗎 所以這就是一個很關鍵的問題 或者亦都跟香港社會的變化是有著很密切的關係 另外我亦都覺得值得注意一下 所以這類的東西呢 本身SOGO的經營者實際上是利福國際 看看利福國際是樓聯熊 這個熊是三點水 我的熊是指細樓 亦都真是大樓樓聯熊 都是叫熊 但是是另外一個熊 另外一個寫法的熊 所以當中兩個名字是一樣的 看看細樓這方面的投資究竟是否在現在止選 代表著甚麼呢 或者相關這類的百貨公司一間間倒下之後 究竟會不會代表著香港慢慢地 在零售業會有永久性的萎縮呢 因為我看回香港的飲食業 為何現在仍然這麼難做 是因為疫情永久改變香港人飲食的習慣 過往香港人大時大節事無大小 每個星期都會喜歡出街吃飯 因為香港的美食往往價廉物味 但是疫情之後 經過疫情疫苗通行證實明制 安心出行各式各樣措施 以致中途不可以做晚市 已經導致香港永久地消失了這套文化 消失了這套出街吃飯的文化 所以市場硬山山地縮了一大節 很多食肆並不能靠所謂疫情過後回春市場 是沒有這回事的 同樣地網絡出現了 以致香港人的消費習慣都變了 甚至乎每個人都想著怎樣移民的時候 還會不會有人真的去買家具 去安裝好家庭呢 或者還會不會有人真的很有興趣 來這個SOGO去購物 還是純粹想要不要打多份兼職 盡快潤出去呢 這些其實全部都是一些嚴重的問題 或者SOGO本身的消失或銅鑼灣店 還捱得多久呢 我都很久沒有進去走 我認為這個情況很可能反映著 香港這個地方正正式式地 是沒有人再當香港是一個家 因為當中 其實中產本身當時 他們會去SOGO 其實背後所反映 是他們覺得這個地方是他們安身立命的地方 是可以有奢侈的那麼多東西 是讓他們去裝一裝家屋 穿一些漂亮的衣服 諸如此類 但如果踏入到今天 其實情況一有不同的話 或者如果人們是潤的話 我認為相關SOGO 究竟捱不住 對於香港的建制陣營來說 往往我覺得這是絕對不是一件好的消息 那就要看看 我們偉大的香港的建制陣營 有什麼方法去應對 SOGO 結業所反映出來的一些現象